假如你走在宋朝的大街小巷,定然会发现男子们的发誓十分夺人眼球。 不管是穿戴整齐的达官显贵,还是街边叫卖的商贩,各色的名艳花朵发誓已然掀起了全民簪花的风潮。 上至皇帝朝臣,下至平民百姓,所有男子都痴迷于簪花,那么在被花海围绕的宋朝,男子簪花到底有何渊源于讲究呢? 大家好,这里是纵观史书,带大家了解不一样的历史。 说起给头上簪花,并非女子们的专利,宋朝男子,尤其是一众文人,对簪花仪式可是特别注重的。 而在选择戴什么花,何人能戴何种花,更是颇有研究。 首先,男子头上戴花的习俗并非起源于宋朝,早在先秦时期,男子们对花草香料的热爱, 就显露苗头,从屈原在黎骚中所描述的词句,互将黎语辟止息,任秋兰以为佩礼就能看出,当时的人们对于散发香气,正气的花草是非常推崇的,并会将它随身佩戴,既有驱邪避虫的作用,也凸显了特殊时期文人默克的一种气节。 当历史的时钟转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男子头上插花的现象也偶有出现。 而到了文化繁荣的唐朝,广泛吸纳前朝文化精华的唐玄宗更是带头三花,还将这种习俗应用于对臣子的嘉奖和赏赐新科进士的手段之中。 当时有位很会审视多事的汝南王,人际交往与形势方面屡次受到唐玄宗的称赞,有次他面见君王,唐玄宗高兴之余,更是直接摘下一朵鲜花,别在了汝南王的官帽之上。 一时之间,皇帝赐花之举,成为美坛。 此外,唐朝用来庆祝新科进士的曲江宴上也有代表荣誉的簪花仪式, 而大诗人王为更是在姚之兄弟登高处。 《便插朱鱼少艺人》里明确提到了唐朝人士每逢节日插朱鱼花辟邪消灾的习俗。 等历史的时钟行至宋朝,男子簪花的习俗已经走向巅峰时期,便观朝野上下。 文人雅士和老百姓们都会在皇帝的榜样作用下也不断效仿着簪花行为。 《东京梦华路》在汴京大街游人如知,子弟多有簪花者,比女子争赌为官者重。 有甚者,窃献之,低额眉,奇壮若狂。 由此可见,宋朝民众对簪花的追捧与热爱。 最终,男子簪花成功演变为宋朝的一项重要礼仪,制度规范。 宋代男性在头上戴花,获得了三个社会主要群体的支持。 正是在这些人的支持和推动之下,宋代男性簪花才变得普及和兴盛。 这三个社会主要群体的首要就是统治阶级,以皇家,宫廷等人为代表的统治群体, 对男性簪花这一习俗的推广立下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功劳。 这一部分人的想法对于文人和市民这两个群体起到了直接影响作用。 宋代几位统治者都对花有着很深的热爱,这使得他们不约而同,成为了男性头顶戴花的有力支持者。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宋徽宗,当时他一旦出宫出游,身边陪同的人头顶上都要簪花, 并且这一部分人有着足够的时间以及充裕的资金支持。 基于这些原因,使得宋代男子头顶戴花这一习俗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而市民阶层对于这一习俗的发展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们从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这一群体所占了最大的比重,对于簪花他们起到了绝对的影响作用。 而市民阶层可以凭借着自己的审美观念和文化意识从民俗的观点出发。 对男性簪花进行理解,从而最大程度上推动其的全面发展。 最后一个重要的群体就是文人群体。 文人群体有着极高的修养品位以及文化内涵。 他们可以最大程度上对簪花的内涵进行丰富, 从而使得簪花现象成熟健康发展。 宋代有着空前庞大的文人群体。 他们对于很多文化的兴衰可以说有着重要的影响。 文人群体开始关注簪花,使得簪花变成他们日常生活之中的一部分。 这些我们从这个时期的诗次歌赋也可以亏得一二。 男性头顶带花的合适场合在宋代变得越来越多。 被不断的丰富,我们大概也可以把所有的场合分成三个种类。 第一个种类是节日簪花。 这一种节日簪花有着很悠长的历史,到了宋代这一习俗得以延续。 比如说在三月三日的时候,不管是男女都需要戴祭花这一习俗。 另外一个种类就是在宴会的时候簪花,其中包含着在祭祀、祝寿、宴饮等场合在头顶戴花。 最后一种就是在释放犯人和处死犯人的时候簪花。 宋代男性头顶戴花的场合和唐戴之前比较起来,已经增加了很多,到了宋代后期。 这一习俗不断兴盛,男性不仅仅要在特定的节日或者场合上戴花,慢慢演变成随时随地只要愿意都会头顶戴花。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粘花,这个时候可以佩戴的花的种类也随之变得更多。 其中最主要的花是鲜花和仿真花两种,到了南宋出现了琉璃花。 宋代人每每外出游玩的时候都会粘上应急的鲜花,但是我们也知道鲜花有一大缺点就是花期并不长,很容易凋谢, 并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有新鲜的花朵,并且这些花有着很高昂的价格。 要花很多钱才可以买到几朵花,一般的人家根本没有办法支撑这样的开销。 基于这些原因,很多人会选择佩戴假花,一般这些花是用螺、券等材料照着真花的样子制作而成, 其中价格最高昂的是螺花,一般这类花只有官位到载质以上才可以被允许赞配。 除了鲜花和假花之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美轮美换用玻璃做成的花,琉璃花, 在南宋时期开始出现并流行,引起了很多人的喜爱和推崇。 宋代男子喜爱赞花的原因,首先是君主的影响。 皇帝为了表示对大臣的恩宠、长刺花佩戴, 簪花就成了至高无上权威的表现,也同时也是荣耀的象征。 因此,簪花行为在朝堂中会越来越流行, 随着朝臣簪花现象的逐渐普遍,衍生出一系列对簪花的礼仪规定, 簪花的范围越来越广,民间就开始模仿宫廷众人带花, 于是,簪花就在各个地方成为一种流行风气了。 其次,宋人的审美观念也有所改变,宋代前簪花普遍的是女子, 男子簪花时有,但常常被视为定类, 而宋代推重文质,文人世子地位提升极大。 加之城市经济的繁荣,带动民间俗文化的发展, 推动以俗为美风尚的形成。 男子簪花就是一种俗,是身为民众百姓喜爱的风俗。 苏氏说,繁物皆有客观,万物都有可供观赏的一面, 男子簪花也是如此。 第三,宋朝经济的发展。 宋朝经济的繁荣带动了许多行业的发展, 花卉经济也是其中之一, 越来越多花店的出现给了人们更多的机会接触花朵。 簪花要想风行开来,首先得有足够的花朵可供佩戴, 花卉经济的发展就满足了这一需求。 同时,簪花越来越风行,花卉经济也会越来越繁荣, 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南宋临安城中的花卉生意就非常火爆, 他们离宫廷更近,对宫廷当中的时尚更为敏锐。 在这里,上至皇帝下至百姓, 爱花、赏花、戴花、簪花十分盛行。 还有一点,花朵美好的象征意象, 从古至今,花朵都被视为祥瑞之物。 皇帝大都认为,花朵代表国运, 美好的花能让百姓安定,天下太平。 宋朝时,由于皇帝常常赐花给官员, 戴花也会被世子文人当作仕途顺利的吉祥物, 佩戴花朵,以提升自己终举为官的成功率。 官员们也会簪花以求官运亨通, 除了皇帝官员,百姓簪花有意义所在, 常常是祈求五谷丰登,生活富足, 表现了民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种种原因导致了宋代广为流行的簪花文化, 同时由于宋代文化的影响, 在当时,中国周边的少数民族以及其他国家 也出现了簪花盛行的现象, 几乎整个东南亚都出现了簪花文化, 这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审美价值观, 也形成了一种鲜艳而美丽的簪花文化。 从商业繁荣的角度来说, 社会各阶层流行的簪花风气, 背后需要大量的花卉作为供给, 因此社会上的花卉业发展的较为繁荣。 花卉的繁荣又与整个社会其他商品经济 以及文化的推动相互交融, 形成了宋代繁荣的社会景象。 男子簪花始于重阳节时, 并发上插诸鱼, 以辟邪欲寒, 发展到唐代人们开始佩戴菊花, 致宋代簪花甚至出现了相关制度, 风行至全国上下, 男女老少或将簪花当作时尚或做荣耀, 南宋时全面流行开来, 人们簪花更多是一种精神寄托, 将自己的愿望寄予头上佩戴的花朵上, 表现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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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